雍正王朝中,印祥身份是否高贵没有直接交代,但剧中有三次强调他的母亲出身高贵,第一次是康熙口中强调别听那些小人嚼舌梗,你母亲人品贵重,第二次是四阿哥印针表明要推举十三阿哥出任大将军王,五四道强调十三阿哥的外公是卡尔卡蒙古大汗,第三次是四阿哥印针解释为何举荐十四阿哥出任大将军王, 印针强调十三阿哥的外公是卡尔卡蒙古大汗,从三个强调来看,十三爷印祥的母亲家是背景出身高贵,而且还是卡尔卡蒙古大汗的公主,再结合康熙王朝来看,十三阿哥母亲就是宝日龙梅,与诸位兄弟相比,她确实要略占优势,宝日龙梅原本是卡尔卡蒙古公主,在草原上过得幸福的生活,但草原最有野心的感觉, 卡尔丹出现了,攻破卡尔卡蒙古至于准卡尔统治之下,宝日龙梅父亲就是死在卡尔丹刀下,宝日龙梅只好带父亲的遗嘱入京找康熙,但卡尔丹想赶尽杀绝,命使者追宝日龙梅准备在京城动手杀人灭口,刚好遇到大阿哥印制,大阿哥见这么多人欺负一女子, 泛起怜香西域之心,救下了宝日龙梅,此后宝日龙梅借助康熙之手讨伐卡尔丹,替他父亲报仇之后,宝日龙梅主动将自己献给了康熙,康熙本想带他回宫的,但他坚持要留在草原带族民重建家园,后来就生下十三阿哥印象,而原著小说,是说宝日龙梅进宫后,康熙对他之前在草原的一段过往心生猜忌, 最终宝日龙梅承受不了这样的压迫出家伪尼了,按剧情和小说来看,十三阿哥印象身份确实高贵,而且在康熙的诸位儿子中,康熙口中的十三阿哥是最讲笑意,最仗义的儿子,那么为何十三阿哥印象无缘皇位呢? 十三爷印象母亲去世的早,从小就由印针圣母得非抚养,从小没娘疼的孩子,经常被其他兄弟欺负, 前而被九阿哥印堂嘲笑,明儿被十阿哥印揍一顿,好在有二阿哥印仍罩着他,为他出头,死阿哥印针也护着他,陪伴他,这才让他度过了一个完美的童年,十三阿哥从小就暗自发誓要好好报答两个哥哥,除此以外,对皇位从未有过非分之心,更没有争宠争处之心,就是因为从小被受兄弟们的排挤和欺负,待到年岁见长,十三阿哥, 十阿哥除了苦读兵书外,还偷偷跟着武艺高超的大内侍卫切磋武艺,就想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一是为了不再受老九老十的欺负,而是有朝一日能跃马将场,率领千军万马给大清朝开疆拓土,征战沙场,靠自己实力有一番作为, 隐翔是一个狠讲义气,狠看重手足感情,不管兄弟欺负他也好,陷害他也罢,隐翔都不会对兄弟落井下石,更不会暗中算计,就如热和事件,十三阿哥和大阿哥争吵一番后, 康熙将太子,达阿哥,十三阿哥三人都眷尽,康熙只给十三阿哥和废太子一人送火炉,达阿哥却没有,冷得哇哇叫,十三阿哥将自己的火炉让给他达阿哥,宁愿自己动着,也不忍心看自己的达阿哥手动, 还有一次,十四阿哥硬提和十三阿哥硬翔大打出手,来一次店前比武,恨不得多踹对方几脚,但当十四阿哥顶撞康熙,康熙拔刀要砍硬提时,十三阿哥硬翔不顾自己安危,直接扑过去保护十四阿哥,说明什么,说明十三阿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宁愿自己吃亏,也不忍心让兄弟受苦受伤,甚至连张五哥这样新入宫的侍卫都看得出, 十三阿哥硬翔为人仗义,正直,城府不深,其他人,尤其是硬翔的兄弟们和康熙难道看不出吗?康熙对自己的儿子是了解的,在第一次飞太子时,十三阿哥也受牵连被关,康熙宣布释放硬翔钱,同国为问道,师父说个理由,康熙说,朕心疼自己的儿子不行吗?并说了一通硬翔的好处,比如朕有难,硬翔肯定是第一个来就朕的, 之类的话,这是康熙对印祥人品的肯定,同时也意味着在康熙心中,印祥的性格不适合做太子,所以说,十三阿哥印祥与皇位无缘,其实,不是他不够优秀,而是他性格使然,十三阿哥是个很简单人,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做个潇洒的狭王,很早就接触了军事,盼着有朝一日能到边疆平派, 对皇位从未有过非分之想,但他非常讲义气,特别看中首读之情,热合期间经历一把如意,一场狩猎,太子印仁心情消沉,便去找郑春华私会,结果被康熙撞见,这件事被八哥印丝一获得之后,就想借此机会将十三阿哥和太子印仁拉下水, 于是十四阿哥印体伪造太子手遇,陷害太子印仁,让他彻底失宠,太子印仁从郑春华那边逃出来后,惶恐不安,躲起来借酒消愁,本来太子印仁想让四阿哥印真来陪自己的,可被无私道阻拦了,但重情义的十三阿哥印祥担心太子印仁出事,没有听劝,独自去陪太子印仁了,此时心惊胆落的太子见到十三阿哥, 当成了他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他告诉十三阿哥,他彻底失宠了,十三阿哥安慰道,二哥,只要你不犯法不谋反,不管发生什么,我和四哥都站你这边,十三阿哥向来很讲义气,见到兄弟友难心都想出手相助,况且还是小时候照着他的二哥印仁,所以印象不管此时局势多紧张,难以捉摸,他都选择陪伴太子印仁身边,此时康熙未消怒气, 随后派人将在荒郊野外的回太子印仁和十三阿哥印祥带回来,大阿哥摆出大哥当家的姿势,直言太子为何带兵造反,胆小懦弱的印仁,一听说他调兵起兵谋反,不知所云百口莫辩,此时十三阿哥印祥又为二哥印仁愤愤不平,不仅与大阿哥大吵一架,还口出狂言无情罪是帝王家, 所以康熙为了控制当时的局面,只好将冲动的十三阿哥和犯错的太子印仁,以及狠毒的大阿哥一起圈禁了, 其实康熙不止一次说十三阿哥印祥是饥饿如仇,是众多兄弟中为数不多的孝子,所以康熙将十三阿哥圈禁,也是为了保护他, 就连一贯高傲的乌司道,都很赞赏跨十三阿哥印祥的侠义心肠,评价他真乃国事无双,言下之意是,十三阿哥虽没有争夺皇位之心,但他新装江山社稷,胸有黎民百姓,他所在意的是坐上这个位置的人靠不靠谱,是不是好皇帝,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十三阿哥待人真诚,有正义感,只要他认定这个人,他都食之不语, 十三阿哥曾说过,因为二哥在,所以一心一意跟着二哥,君臣之意,忠义为刚,绝对服从,严格遵守十多年,对他情志一尽,两次废处,十三阿哥都无所畏惧陪在他身边,最后被牵连,一关就是十余年,而且毫无怨言,这样的国事谁不喜欢? 其次,十三阿哥是眼明心亮的人,他忠于是主没错,但他的忠不是于众,他多次尽心尽力站在太子印仁这边,但当他认识到太子印仁并不是一个将来的好皇帝的时候,他选择放弃了太子印仁,直言让四阿哥印真自立门户,改为支持四阿哥印真,他选择支持的是四阿哥印真正义这边,而不是太子印仁强权的那边, 最后,十三阿哥胸有黎民百姓,新装大清江山社稷,他之所以放弃太子印仁,是因为太子印仁心中没有江山社稷,胸中也没有黎民百姓,只为自身的利益 十三阿哥选择支持印真,是因为他四阿哥,新装着大清的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所以他放弃支持贪图享乐而活着的皇帝 选择支持真正能为黎民百姓和江山社稷而着想的将来君主,也正因为如此 四阿哥鸿鸿之志在心里酝酿而生,之后在十三阿哥印祥的支持下,开启了自立门户的夺敌之路,最终成功上位 由此就不难理解,十三阿哥印祥出身高贵,而又无缘皇位的原因了,因为他只不再死 当然,历史上的十三阿哥印祥并非如此 历史上的十三阿哥印祥生母并不是什么卡尔卡蒙古公主 而是出身不高贵的包衣出身的张家世 印祥生母张家世,除了十三阿哥印祥,还有两个女儿,黄十三女和黄十五女 虽说身份低微,但能在五年的时间生育三个儿女 也算是很受宠的妃嫔了 可惜,张家世福分浅薄,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了 张家世走后,十三阿哥印祥有得非乌亚式抚养 两个妹妹尤其他嫔妃带为抚养 虽说十三阿哥从小很优秀,也备受康熙的喜爱 但从小媚娘,出身又不高贵 在兄弟中占不到地位优势,从未奢侈争夺皇位 只渴望与兄弟和睦,父亲多点陪伴就知足了 印祥后来的才学俱佳 能武能文,离不开他的老师发海的教导 有时,印祥温文尔雅 靠学,年少时最让他骄傲的事 跟随康熙前往夜陵,四处寻兴 说明十三阿哥印祥年少时曾深的父亲的喜爱 当然十三阿哥自幼也很仰慕父亲 据钦定八起通知记载 有一处体现出十三阿哥对父亲康熙的仰慕表现 有一次,叔兄弟是从父亲于宫廷 但因为十三阿哥印祥年幼哀笑 看不见被众人簇拥下的康熙 幼小的印祥便趴在康熙留下的脚印纹了起来 以此表示对父亲康熙的孝敬和仰慕 这记载虽有点夸张 但印证了印祥的一生行止 从康熙37年至47年 十三阿哥多次随从父亲寻兴各地 除了丰富的阅历 开阔了眼界 在五方面 起码事件样样精通 文学方面造诣颇深 不过尽管印祥这么优秀 他也只是诸兄弟中的佼佼者之一 皇位对于印祥来说 这个距离有点远 不过冥冥之中 将他与将来的皇位继承人印真命运联系在一起 二人自小形影不离 印真一路照顾 陪伴印祥长大 所以俩人长大后 关系格外的好 后来 太子印仍因行为荒诞 康熙一气之下 废除他的太子之位 但印祥也因他的言行举止 导致被眷禁 说明印祥言行也并不是那么寻徒守折 才惹及了康熙的 还有一点 实在阿哥印祥讲一起 耿直不会拐弯 容易被利用 而且对关系好的斯阿哥言听计从 缺少了君主的气质 所以这种性格的实在阿哥并不适合继承皇位 康熙五十一年 康熙第二费太子之后 虽说此时太子之位选空 但出身高贵 文武双全的阿哥有太多了 实在阿哥印祥根本排不上号 实在阿哥印祥虽很优秀 但在康熙晚年 他并没有被重用 就连个封号都没有 十四阿哥印提比十三阿哥印祥 小两岁都当上了大将军王 印真什么都不是 并且当时还有旧姬缠绅 虽说腿部生疮不是什么重疾 但康熙眼里 印祥的形象是不合格的 因此印祥无缘皇位 一是在康熙眼里 印祥有许多条件都未达到 康熙是一位睿智的雄主 当然要选一个优秀的继任者 既能扛起大清的江山设计 又能再造乾坤的君主 从十三阿哥言行 性格来看显然不适合 康熙要的是一位铁腕君主 而不是一位冲动的君主 显然经过康熙考验之后 死阿哥印真比十三阿哥印祥 更适合单次重任 好在死阿哥印真上台后 也没亏待十三阿哥印祥 雍正不仅给他丰厚的待遇 还刺铁帽子王 这也最适合十三阿哥结局 其实印祥的一生 就是一个从侠到贤的过程 中间也得到康熙的两则评价 拼命十三郎 这也侧面说明 十三阿哥印祥可以当侠王 当贤王 但却不适合当大清君主 所以说不管是在剧中 还是在历史 十三阿哥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性格和言行 都不被康熙所看重 加上诸位兄弟都很优秀 康熙是睿智的雄主 必然要在众皇子中 选出一个较厉害的角色 最终死阿哥印真入了康熙法眼 康熙将此重任交给他 当然 后来雍正也不负中望 说明康熙看人的眼光 还是非常准的